哈囉 大家好 我是梁蘇涵 其實我從以前就很喜歡戶外運動 那我覺得運動是一個 可以紓解情緒跟壓力的一個方式 我的第一個腳色是素額 它必須要再應付很大很大的體能訓練 所以我開始加強我的運動鍛煉 讓我自己的體力可以再更好一點點 所以就開始越來越頻繁的運動 然後就養成了運動的習慣 最容易運動的方式就是我會在收工啊 或者是中間空檔的時候去騎腳踏車 第一個是現在U-bike那裡也很方便 然後再加上也可以加快你的腳程 但是如果我有放假的時間 或者是收工比較早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在戶外跑步 相對來說健身房我比較喜歡戶外 因為我覺得跟大自然接觸是可以比較 舒壓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都一定會戴的是運動外套 然後還有運動眼鏡 除了可以防曬之外 它也可以保護你的眼睛 不會被那些封殺進到你的眼睛裡面 運動眼鏡很重要的是不會晃動 因為我們在跑步啊或是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整個人的身體是一直在晃動的 它能夠牢固的浮貼住你的整個頭部跟你的眼睛 鼻樑這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啊主要是它的那個鏡片一定要防曬 因為它這個鏡片也是有抗UV400這個功能 所以我覺得抗UV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種的時候我會在太陽日出之前 跑到太陽升起的時候 可是其實那個時候呢 就是你的皮膚甚至你的眼睛 它必須去感受整個氣候的變化 從暗到亮它必須去適應 可是當你有太陽眼睛去保護它的時候 它可以去緩解那個落差很大 其實我覺得對眼睛也是一種比較保護的方式 像我這個呢 它這個是比較休閒型的 上戲的時候我一定是穿比較休閒的款式的衣服 那我一定是大概選一個比較休閒的眼鏡 那基本上你穿一般像我們這樣 我現在這樣休閒一點的衣服的時候 它大家的眼睛也很百搭 是